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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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总之除了外形以外 那些漂亮的色彩可以认为都是PS后的效果图 比如这张照片 它拍的是银河系的卫星星系 大麦哲伦星系中的一片区域 这片区域可以看到大片的暗红色云状物质 这也是为啥麦哲伦星系在之前也被称为麦哲伦星云 其实这些云的暗红色 以及左下角那片云的蓝色 这些都是人为上的色 这些星云主要是由星系空间中的一些氢气等气体 以及尘埃组成的 在这片暗红色云的中间 可以看到有很多蓝色的亮点 这些都是刚形成不久的年轻恒星 这些恒星产生的强烈紫外线等电磁辐射 以及恒星风正在把周围的气体吹散 这张还不是很明显 找一些比较明显的 比如这张 这张拍摄的是一个星团 这个星团非常年轻 大概只有100到200万岁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中心大量的恒星把周围气体吹出了一个巨大的空腔 还有这张NGC3603 它是一个位于银河系内的星云 内部包含了一个高密度的疏散星团 还记得什么是疏散星团吧 没错 可以认为就是恒星的幼儿园 里面全是些年幼的恒星 而像NGC3603这里 更被认为是一个星暴区域 所谓星暴区域 指的就是恒星形成异常高的一个区域 类似的还有很多 比如这两个 这俩都是位于小麦这轮行系中的疏散星团 除了星团可以吹出巨大的空腔 有时候小小的一颗恒星也可以吹出漂亮的泡泡 比如这个气泡行云 NGC7635 它的里面有一颗大约44倍太阳质量的高光度恒星 它产生的恒星风的速度可以达到每秒2000公里 下面这张照片就很有名了 曾被评为哈勃最佳Top10照片之一 英星云中的创生之柱 这里暗色的柱子也是由星际气体和尘埃构成 包括创生之柱在内的整片英星云 都属于之前介绍过的暗星云 所谓暗星云就是它本身不发光 但是背后有恒星等光源照射 所以会呈现出剪影一样的轮廓 另外还有著名的马头星云 也是一个暗星云 位于猎户座距离我们1500光年 马头星云是最容易识别的星云之一 最早在1888年就有拍到 类似的还有位于船里座星云中的神秘山 看起来非常的宏伟壮观 和普通的暗星云不同的是 神秘山的内部也有很多刚诞生的新恒星 所以可以看出 除了轮廓边缘的光运外 还有一些光是从它的内部迸发出来的 下面这张照片看起来像一朵玫瑰 它是由两个正在碰撞的星系组成 其中较大的那个星系构成了玫瑰花的花朵 下面那个星系则要小得多 在引力交互的影响下 两个星系的外形都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哪怕是上面的大星系 可以看出悬臂已经变得非常松散了 下面这张是个非常有名的星云 甚至可以说是最著名的一个星云 蟹状星云 它也是梅西耶天体表的第一个天体 也就是M1 记得很早很早之前还专门做过一期 不像其他大部分星云 以我们人类的历史来说 几乎都是看不到它们有什么太大变化 而这个蟹状星云就不一样了 它是我们人类亲眼看着长大的星云 大概在900多年前 它曾经还是一颗恒星 在北宋时期的某一天 它突然炸了 也就是大质量恒星死亡时发生的超新星爆发 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 人们突然发现天空中多了一颗异常明亮的星 亮度比金星还高 仅次于月亮 甚至白天也清晰可见 后来推测 当时实际的爆炸光度大约是太阳的5亿倍 不过好在它距离地球大约有6500光年 当这颗恒星炸了以后 中心部分只剩下一颗脉冲星 也就是中子星 之前恒星外层的残余物质 在爆炸的冲击下不断向外扩张 直到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类似的还有这个蝴蝶星云 不过它中心的恒星还没炸 不然也不会形成这种特殊的两半的样子 它的中心是一颗连星 也就是双星系统 其中较大的那个快挂了 目前已经到了红巨星阶段 另外那颗小的 距离这颗大的非常近 甚至已经进入了它膨胀后的大气层中 在两者共同的引力交互作用下 恒星外层的气体被从两端喷射出去 形成了这个特殊的样子 下面这个在前面视频里提到过 被称为雪茄星系的M82 M82中心除了像上回说的 存在一个超大质量黑洞外 在核心部分还存在着一个活跃的星暴区域 这里汇集了大量的高密度星团 平均每个星团相当于20万倍太阳质量 有大量的年轻恒星诞生于这些星团之中 相比于疏散星团这种恒星的幼儿园 球状星团中的恒星数目更为庞大 不过关于球状星团的形成 目前仍然存在争议 大部分球状星团中的恒星年龄都非常大 甚至是宇宙大巴炸后形成的第一代恒星 经常有人问 第几代恒星到底是咋知道的 这个主要从元素的风度就可以推测出来 只靠恒星核心的聚变反应 撑死只能融合到铁 因为再大就不是释放能量 而是要吸收能量了 所以铁之后的重元素主要是通过超新星爆发 以及恒星或中子星的碰撞 这类事件才会产生 而超新星爆发和中子星 它们都是恒星死亡后的产物 所以一颗恒星光谱中如果没有什么过重的元素 那么则说明当初构成它的物质 并没有来源于其他恒星死亡后的残留物 所以猜测它应该是第一代恒星 最后再看一张比较神奇的 这张照片里的现象被称为埃恩斯坦华安 也就是之前提到过的引力透镜效应 其实引力透镜效应在黑洞附近更为明显 根据广义相对论 黑洞或者星系团这种大质量天体 会是从旁边经过的光线发生弯曲 原本的一个光点可能会被拉伸成圆弧状 有的也会分开成几个像 形成著名的埃恩斯坦十字 理论上我们甚至还能够看到 位于其背后的原本被遮挡住的景象 关于哈勃拍到的照片 还有很多非常漂亮的 我把本期说的那个Top100的网址 贴在视频简介中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好了通俗欲懂聊宇宙 我是林某 下期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